主料,海苔一大张,米饭100克,生菜一大片,红萝卜60克,火腿长40克,辅量,肉松,番茄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取一张海苔,切成适当的长条,现煮的米饭备用,生菜一片洗好,红萝卜与火腿长切成细丝,准备好配料, 肉松与番茄酱,取一长条海苔,加上适量米饭,撕一小块生菜铺上,加适红萝卜与火腿长,再放上一些肉松,从上至下卷好,再加上点番茄酱即可,烹饪技巧,卷海苔时,防止干燥松散,可以在手上叫点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